皇上皇后姐姐快不行了 臣妾与你姑姑战三年 打下了江山 你却以臣妾的表妹死婚 若世人皆知 朕的江山是你一介女子打下 朕的面子 汪二哥 表姐 我与皇上早就已经情投意格 皇上选拟皇后之位不过是利用 我才应该做皇后 人不信 你身化顽疾无人能力 是本口有十年时间耗材耗力 你耗了心 你们这对汪二哥 你得不拿去 你得不玩 这都是你自愿 坏的了谁呀 哈哈哈 和他废话那么多干 只有你 我才能成真正 哈哈哈 皇上才能高枕无忧 哈哈哈哈哈哈 我爸爸 郑菇玥 郑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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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没了 人间的我情感受 回本身留在你的路 看 我就说他是装死吧 张黎 为了江卓你就仍宁愿去死 江爷爷真是白等一生 下次就算你真的死了 我们谁都不会管你 郑菱没死 是你吗 你没死 怎么 自杀不成改装啥了 自杀 输了江中我谁都不嫁 你们今天就滚出去 别人死了 江丽 江爷爷 江你托付给我们 我们不能不管你 我不需要你们的徐签家 你滚 把刀拿来 刀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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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你给我 你给我 我穿越了 还和他们未婚同住 我穿越了 还和他们未婚同住 没事就别作妖 要不是因为江爷爷 鬼才搭理你呢 江丽 江爷爷对我们有恩 既然答应了他 我们就会和你同住一年 时间一到 我们自会主动于他 别跟他废话 他巴不得我们干嘛 小丽 我已经安排那三个人 和你住在一起 他们哥哥身份不足 你要学会 跟他们处理好关系 一年之后 你必须选一个 和他们结婚 爷爷 我这辈子只嫁江卓 我江宗如 阅人无数 江卓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不同意 更何况 你刚回国 你还不知道 董事会那几个股东 是怎么逼迫我退位 你是唯一的继承人 要给自己留好后面 就这么定了 如果没有遇见江卓 也许上一次 我和他们 不过既然我来了 那便不能重蹈覆辙 这一次 换我来守护你 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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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早就听李立说 你们联手对付 没想到你们三个 竟然逼得是死 江礼 我们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你还有脸告状 你真让我觉得恶心 江礼 你愿意和张卓鬼混 走我们也不想多管 从此我们互不相干 你也别来烦我们 江卓 李立你 本宫让你碰我了吗 江礼在干什么 他见舍得对江卓动手 这里是你能随便进出的 李立 是你告诉我别墅密码的呀 你还说等他们三个走了 就把别墅破货给我 还是和以前一样 穿得像猪 痴心忘想 本宫告诉你 他们不会走 房子也不会送给你 以后没有本宫的允许 不准进来 走 三位让一下 滚出去 滚出去 那二家伙已经处理了 那真的是江礼 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大的变化 江礼 你又玩什么把戏呢 以前是本宫 是我不对 以后不会了 我们和平共处如何 那可是你最爱的姜卓啊 你竟然舍得把他赶走 从前是我识人不轻 之后不会了 上一次 你为了给姜卓争取合作机会 假释也好 欺骗我们 又想顾忌重施 江礼 你再玩顾忌重施 你再玩顾忌重施 细耍我 小熊猛翻脸不认 说的对 你那么喜欢江卓 怎么可能轻易放弃 江礼 你别想再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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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 我 我 还要和他们合成共处 我怎么一起拿着 我 江卓和林陆训 你是不是忘了 三年前 你姐姐是怎么死的 明年 你的剧本拿了金奖 遭到林木雪的记恨 他连和江卓 降了 要害死你 是你姐姐把你换走 可是炎炎 竟然连终疏到心房 后来 他们发现 杀错人了 竟然谎称 是你姐姐自杀 然后 他们就刺激地接近 想拔你的潜艇了 好在 他们到现在 也不知道 你是首次前级 否则 会更加的变本加厉 爷爷 这些只是猜测 不是实质性的证据 是他们救了我 我相信他吧 你 这孩子 我一定要找到证据 让那对狗男女成命 这个 就是电脑 二十一世纪电影剧本 原生编剧大师松礼 巧了 我也写了不少画文字 这个潮在 竟然管念壶就古董 还价值上一银子 真就都要失传了 是时候 带我出手 傅彦之 陆立航 宋施 这一次 我定不会赴你们 电影剧本 浮生一梦 古董剑上 针灸医疗学论文 完成 这个潮带的电脑 还真是方便 宋斐大神出山了 惊喜 期待他的兴趣 这篇古董剑上文章 只有大师才写得出来 这个陆里什么来头 针灸医学都快失传了 居然还有大师 无理堪称医学剑之光啊 醒点宵夜去 这么晚啊 有事啊 你不是江 你 你说什么呢 三年前 你姐姐遇害了 你任凶手做安人 现在去对姜卓下缓手 我知道 不是姜卓和林木学舅的 你想起来了 我先出去吃饭了 你跟我说清楚 啊 抱歉 是我不小心 我 我先去歇息了 你告诉我 你还知道多少 深究医疗学认为谁法的 弗梨 古董剑上大师 陆梨 什么 我的偶像金牌片就送离出山了 我要签约 这次我要亲自挑选人员 松离大神剧可不是谁都能演的 还有 立刻去查人的全部信息 我睡太暴露了吧 就他 你们是不知道 那金牌编剧松里有多厉害 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各大奖项 他的剧本本本必保 甚至带回了大半个鱼类圈的演员 这次能和他合作 我激动的三天没睡着 区区一个编剧 还不如古董专家录里有价值 论价值 能写出针灸医学 这种级别学术论文的不利 才是大能 拿好 穿成这样 是出去找姜卓吧 我要去华月影业 与你同路 你拒我公司干什么 担家扶生一梦女主角的海线 你 你知道那是谁起来 那可是松里一边剧 他的剧轮得到你一眼 你懂什么叫言戏吗 时辰到了 剧组间 宋斥弟 谁是你弟弟了 这个朝代的马车也太费劲了 还要用手机 我送你 甚好 什么意思 自然是让你服务 从前我都是这么扶门的 下来 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里的楼居然可以建这么高 李莉 约上钩了 李莉 李莉 真的是你 你这一个月去哪了 我和江主怎么都联系不上你 我们都快担心死了 对了 我上次教你自杀的法子 还没把他们改出去吗 先暂且留着他 我知道了 你呀肯定是想为我跟宋翅争取资源对不对 李莉 你真好 一小天 你今天来 是不是为了帮我争取女主角 如果我能出演《福生一梦》的女主 那我肯定能当影后 你能不能帮我跟宋翅说一下 内定我 这点小事对你来说应该很容易吧 好说 毕竟 这一局是为你量身打造 你休想 江礼 我说你最近怎么消停 原来是想给林沐雪争取女主角啊 宋颖帝 你好 江礼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江爷爷 我现在就会让你走 我不许任何人物的宋颖老师的作品 不论是你 还是林沐雪都不会 年纪不大 你去到 要吗 你就自己滚回去 别给江爷爷丢脸 庆祝 我们打的赌如何 打赌 如果我当上女主角 你便叫我一声姐姐 赌就赌 你别后悔 李李 你也要参选 不行吗 哎 不自量 就连动演戏 我可是圈内的一线明星 就你也配跟我比 三年前没能弄死你 还真是可惜 从我和江卓哥哥哥拿到你的财产和房子之后 等死吧 哎呀 宋领老师你好 我是导演 我们之前电话视频过的 记得 我专门给你留了位置 这边请 他怎么在此处 他是我们的投资人 医学世家的副总 怪不得送过来 难道 罢了 先不理会他 宋领老师啊 这次有你亲自饰演女主角 我也放心了 来 喝杯水 辛苦了 这次本子里面有个傻子的角色 帮我留着 我有合适的人选 好的 保证没问题 沐雪 你终于来了 你昨天发微博说 你是松领编剧 是真的吗 当然了 你说你是松领 我专门打听过 松领根本不会录音 我就是要录音这个 来接近松领 是我 你是松领 你是我偶像 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江礼 你笑声 我和沐雪同窗十年 竟不知道沐雪就是松领 我都是偷偷在写剧本 又没告诉你 你当然不知道 我看他就是嫉妒了 他嫉妒什么 他才是编剧松领啊 松领 江礼 你竟然敢冒充松领大事 你自己什么德性你知道吗 江荣 收了他多少钱 帮他撒 你听我解释 你别 李李虽然你大学写个剧本 跟我关系也好 但这不代表你可以冒充我呀 你该不会是为了能顺利参演女主角 故意说自己是宫领吧 结果没想到 正在这儿 别个女主角而已 我还不至于用这种手段来抬高身价 而且 她怎么就能证明她是松领 她是不是暂且不说 但是呢 绝对不是 她真的是 想演女主角 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导演副总催着睡镜了 好 那 事情开始 导演 我先来 沐雪 这次的女主角一定是你的 像那种不知道哪里来的香巴佬 根本不配合你比 香巴佬 女主真不要灵 你们别这么说 虽然 你你的身材样貌都不如我 但她还是很优秀的 莉莉 你可别灰心 等我呢 当上女主角 一定帮你争取个配角 那我可真是要好好谢谢你了 等我抱上宋翅 让宋翅相信我就是宋你 你肯定跪着求我给你配角 到时候 你的房子就是我和江卓哥哥的 一群鼠目寸光之辈 导演好 我可以开始了吗 这场戏 是皇后娘娘征战归来 皇帝另取他人的戏 开始吧 好的 皇上 臣妾与您真在十余年 你却利弥良人 难道 我们的竹马秦义 比不过人家去去树月吗 皇上 我们的皇后是为国征战归来 是金国英雄 性格坚韧而挺乏 受人敬仰 你看你眼睛是什么 你倒是子女啥吗 导演 我可以再试一试 我要去 他真的是松霖吗 还号称一线女演员 还说是松霖面具 这跟拉姐有什么区别 到你了 枪离 丢人谢你 我看你怎么收场 宋翅 别忘了我们之间的赌约 敢天吾伯偶像 死人不良 江林 你就不信你比我强 等着被赶出去吧 这个剧本 是我上一世的亲身经历 没人比我更了解 这个剧本 是我上一世的亲身经历 没人比我更了解 皇上 臣妾挣扎十余载 你回来去见你令命良人 皇上 西方 前方大姐 皇上 臣妾再来为您惊傻 你居然会连入血口 将军 你连同外敌最无可恕 残忍 打入地牢 什么童笛 你这种默袖的罪名都给我扣下 给我打死 即使如此 那你我之间的情谊便犹如此法 从此 恩断一决 他 到底是谁 他 到底是谁 好 太好了 这才是巨历的皇后啊 简直活里活现 只有送你一边去 能演绎得如此的出彩 好 太好了 好啊 你竟然 怎么可能 他竟然演得这么好 现在相信我就是松霖了 江林 你到底藏了多少 这不可能 就算演得好 也不代表就是松霖大神 我们墓穴就是松霖 你别想冒充他 你怎么证明他就是松霖 我有松霖编剧的电话 打一下就知道了 松霖从未对外公布联系方式 外面那些所谓的号码也都是我散播出去的 李立 你就别再执迷不误了 现在认错还来得及 江林 你主角已经非你莫属了 没有必要再继续冒充松霖大神 要是被拆穿了 我也保不了你 你打 装我作用 喂 宋雨滴 喂 宋雨滴 你怎么会 林沐雪 你真当我没有准备了 林沐雪是假 你是真的呀 现在信了 你怎么不早说你是宋雨滴 说了你信了 导演 麻烦你把刚刚欺负我那几个演员 帮我赶出去 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松霖 小车你饶了我们吧 是的 我们只是跑龙套的 不会爱你的眼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不知别人身份就欺辱别人 像你们这种品行 不配做人 拖下去 这不太好吧 带走 带走 走 快 这人还是和上一世一样 让人琢磨不透 该死的剑 他凭什么那么好命 不行 我必须拿下女主角 林沐 我只是意识鬼迷心窍 我不是故意的 我要是知道你就是松霖 我是肯定不敢的 你是我的好友 我自然不会与你计较 好戏才刚刚开始 江林 你也太心思手软了 而且啊 我还留了个角色感 果然还是那个蠢货 莉莉 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 是不是女主角 是一个很重要的配角 虽然 她是个傻子 但是 她会杀人 会绑架 给你非常合适 沐雪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没有 我有些不舒服 我先去卫生间 喂 你去哪 别跟着我 不行 我得过去看看 她和别人 林沐雪欺负了 邓导 这部电影 我要全身跟拍 您不是还有医院工作吗 医院是傅 傅家做的是医药生医 傅总也在学医呢 怎么突然投资电影 喂姜卓 当年的事情江林好像有察觉到 雪儿 别紧张吗 江林那么蠢 他怎么可能查你得到 当年 我说是救了他 他就信 要查觉 想就查 不然怎么可能八白让我 是三年的人分 而且就算他察觉到了 他也没有证据 你越紧张 越容易让他察觉 你说的对 不过我是真没想到 他居然就是编剧松泥 这该死的剑 居然对我们也藏着业者 一个小编剧而已 守护千金已经回国了 一年前 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赏持 我才登上公司的总裁 只要攀上守护千金 看他将你是什么人 我都能轻松捏死 到时候 我要让他跟他姐姐 死得一样惨 那那个双胞胎姐姐 可是被捅成了马蜂窝呢 林木许 江若等我找到证据 我会慢慢跟你算账 张林 你干什么呢 糟了 张林 糟了 谁在哪 你 你干什么 小艾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可能听错了 不是说会不让你跟我来吗 哎呦 我不是怕你被欺负吗 宋赤啊 你是不是忘了咱们之间的祖约了 你来真的 月 祖 福 书 姐姐 弟弟 真乖啊 没想到江离居然是大神编剧松林 而且眼睛那么好 现在网上对江离的讨论都直线上升 富哥 你这次要赚翻了 你少闹点绯闻 拍什么都不会飞 宋赤 你小心点 江离藏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暴露的编剧身份 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暴露 最近 江市的股东逼迫江爷爷退位 江市的股份 一跌再跌 你的意思是 他是故意接近我 不只是你 是我们 江市是全国的首富 想救 需要我们三人起立 我能帮上我偶像 那是我的福气 一个编剧也值得你这么追捧 下次我带你见见什么是古董行业的真正大使 陆离 编剧或许没什么 但他是松林啊 小心点 准备做 放心 我可不是吃素的 江离 你吃饭了吗 李立 李立 你让我见见你好不好 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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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见见你好不好 李立 我这就把他赶走了 不必赶走他 宋志 看到了吗 他心里永远只有江卓 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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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肯见我了 江卓 找我什么事儿 李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就是松林 你是在怪我 不是的李立 我是担心你 你娱乐圈那么乱 我怕你被他们给骗了 要不你还是把女主角让给沐雪吧 我不想让你抛头露面 你知道的我会心疼 以前江卓卖个惨 江离都会给你这个 这次 估计又要和以前一样 你哪有什么脸 让我让出女主角 李立 你怎么了 是不是 别人跟你说什么了 你别相信别人的话 这世上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 真心 好啊 那你把我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银子 全部还给我 我便信你 什么 账目加起来一共八百万银子 说吧 怎么好 李立 你怎么会这样 我有没有钱你是知道的呀 我现在连饭都吃不起了 吃不起饭吧 去青楼卖 那能转一次 滚吧 听见没有 让你滚 你怎么不跟他彻底断了呀 留着 Colonji还有用处 说的好听 就听为老人 李立 自己处理好拉起 这两个人 还是和上一世一样 喂 祖父 臭丫头 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是我不好 以后我一定缠回去看你 是我的孙女吗 既然 态度这么好 过几天 就是我的寿宴了 你把那三个小子带回来见我 好 祖父的寿宴快到了 送什么礼物好 陆丽小姐 你好 我是陆氏集团总裁陆丽恒 下周有个股东派派会 希望你能来 与您股东交流一下 陆大总裁 若你知道我就是陆丽 你会有什么样的表情 怎么还不会啊 张黎 你想干什么 下周的古董拍卖会 我和你一起去 你也想去拍卖会 我打算 挑个礼物 居然为了一个姜卓 去买古董送他 他也配 你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古董吗 什么都不懂的小白 是没有自够参加拍卖会的 陆丽恒 你可别后悔 你说谁不懂啊 我 他回我了 陆总 卢总拍卖会我就不去了 有人不想让我去 明天我就让助理去接你 如果有人拦着 我来解决 地址到我 别追 圣语广场间 这个陆丽 能靠着一篇文章 就迅速走 让众多不懂爱好者 追捧的陆丽恒 谁让我期待啊 先是宋志 现在是陆丽恒 将领 你当真为了挽救公司 故意讨好我们 你真不吃 你说谁不吃 你说你 有忙 我问 去 罢了 真究的事情 本小姐以后再和你说 给江卓发一个邀请盘 江卓 李慕雪 这次定让你们颜面尽事 您就是陆丽小姐吧 是的 您好 我是陆总的助理 我叫董莲 我来见您去拍卖会 请上车 到了 我们总裁在会场等您 张黎 你还挺有等的 我说过 你别后悔 就算江爷爷亲自来 也不会如此自信 这里会聚的都是业界大拿 你最好给我低调兴趣 有价值的东西 当然得有价值的人来欣赏 而且我写过不少介绍文章 陆总 你不是怕 我抢了你风头 见赏文章 难不成 你要和陆了一大事 说不定 我比他强 那就拭目一弹 你 你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这还需要你同意 我不是那个意思 莉莉 我想死你了 莉莉 江卓来这儿是为了买礼物 哄你开心 你看他多用心呀 这儿的东西动得上千万 你买得起 莉莉 公司刚接了个大单 你可能还要给啊 要不 今天你已经替我付了 公司又有钱 我立马还给你 再说吧 江里怎么也来 他配我 他呀 八成是来买礼物送给 讨你欢心 他以前不就这样 你 将军 等着吧 我今天必让你大出喜 陆琳 不是说人到了吗 他怎么还没有找到 陆总 我亲眼看到陆琳小姐进去了 你没看到吗 算了 我自己找 将军 这次你又是为了什么 欢迎各位来参加此次次上拍卖会 这次拍卖会会有一位神秘的嘉宾见身 不会是那个神秘大师陆琳吧 没错 就是陆琳 哇 陆琳要来了 陆琳都到了夜市大师的任何 他们是我对我小姐 将军 你可千万没得到他发生一个诚 把他惹 我也保护他 陆琳小姐稍后先生 请大家稍安勿躁 接下来 请看第一件拍笔 玉佩 起拍价 一千万 这个玉佩 我实在必得 一千五百万 想要做梦 一个亿 一个亿 哪来的冤大头啊 一个亿买块破玉 香巴郎吗 这个真是有病 江林这什么意思 他哪来的这么多钱 那江州哥哥 这江林这么喜欢你 他肯定啊 是想自己买下来再送给你 等他送给你之后 你就让主持人验姿 他到时候啊 肯定拿不出这么多钱 一定会卑胜巨额债务的 你说的对 江林 一个亿买一块玉佩 值吗 送给对的人 当然值 为了江卓 你竟然愿意做到这种地 一个亿一次 一个亿两次 一个亿三次 成交 恭喜江小姐 陆总 送给你的礼物可喜欢 送我的 他不是送给张卓的 送给对的人 一个亿都值了 江林 不是送给我的吗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送给你了 江林 江卓为你做了多少事情 你把礼物送给别的男人 背叛他 你不要脸 再敢胡言乱语 就滚出去 陆总 你不喜欢吗 还错了 二位再不回去坐好 就要被赶出去了 这江林是疯了吧 居然敢打我 他肯定是做戏 为了促成我和陆立恒的合作 一定是这样 下一件拍品 陆佛 起拍价 五千万 这陆佛表面不够圆准 而且颇烂不堪 虽然有年头了 但是绝对布置这个价 五千万 谁买谁亏啊 这个 两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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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了 怎么办 这样什么 江林死定 他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来买一个破烂 江林 这东西可不止这个转 现在出手还来问 陆总 这个东西值不值这个价 我看得欲擎而止 小李 这衣服是爷爷从寺里求来的 可以保佑你一世平安 谢谢祖父 我很喜欢 上一世祖父便喜欢这些东西 只不过这玉佛不小心掉进池塘里 我差人寻了一个月五国 大概是沉到淤泥里了 想不到 今天在这儿看到 真要顾价 十几亿都不值 这一次 把他当作祖父的受理 刚好 江林 这东西不能买 你喜欢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买 这个绝对不行 它就不值这个价 如果你买了 江爷爷 也会成为业内的项目 无论多少云水 我都要买下 现在这拍卖会真是越来越不行了啊 什么样的存货都能进来 就把自己当成陆丽大 真是可笑啊 不值的女 两个亿一次 两个亿两次 如果没有继续交价的话 等等 这个玉佛他不要了 走 我们回家 这衣服不满 陆丽浩 这个玉佛的意义对我非常反省 毕竟他本来就属于族服 江礼 听货 这玉佛我要 既然如此 这玉佛 就是江小姐的了 恭喜 你哪来的团货 在这儿说算 亏死你 非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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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一群无知之谱 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 这玉佛的真正模样 哈哈哈哈 撑死我 哈哈哈哈 傻逼这是 哈哈哈 这是哈哈哈 撑死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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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不是什么啊这么好意思吗 快看那是什么你们快看 这这佛像 竟然 这种质地在家山年代久远 价值不可孤立啊 这质地 百年难遇啊 我说它是无价之宝 它便是无价之宝 还有人有什么疑问吗 家 当真无价 两个亿你赚翻了 莉莉 你不是说你没钱吗 这两个亿你怎么付啊 没钱 没钱买什么古董啊 不如让给我 银子在起 黑卡 无限额黑卡刷卡成功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莉莉 你从来不研究古董 怎么就一眼看出这玉佛 价值年成 你一个村妇 怎么可能一眼就看出这玉佛的价值 要么这里面有鬼 要么这玉佛就是假的 姜云 别想出风格 我现在 没敢知道 怎么看出来 当然是用眼睛看出来的 用眼睛 骗谁呢 你自己做不到 跟你嘲笑别人 你 我不是真为你 我的意思是 在场所有人都不是东西 你一个无知村妇 还敢嘲笑我们 也不看看你自己什么身份 村妇 听好了 我便是大师陆离 村妇 听好了 我便是大师陆离 你真是陆离 有假包库 玉佛 玉佛已经是你了 你就没必要再冒充饼 就是啊玉佛 冒充饼 大伙把他赶出去 我看谁赶 我就是啊 不懂 你别包庇他 他说的这个年轻都骗了 他赶出去 不好意思各位 他是我女朋友 冒充别人身份 确实是我们不对 我们这就走 江林 你今天算是完蛋了 看你吃饼还真是透快 谁说我冒充了 我就是陆离本人 李李你别闹了 我的人得轮座你 你说你是陆离 谁能证明啊 拿出证据啊 陆离小姐 陆总 陆离小姐的包落在车上了 我是给他送过来的 陆总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以此语音为证 陆离 我明天让我的助理 徐接你 太美了一件 你这是陆离 原来 你一直在我身边 陆离大师 留个联系方式呗 以后您照着我点 啊陆离小姐 我想问您很久了 你知道能不能传点吃个晚饭 陆离小姐 让他合影了 陆离小姐 让他合影了 陆离小姐 哎各位不好意思啊 他不愿意 哎 三一 像你这个贱人 愿意他出风头 都是这两个人妖言惑众 让咱们伤了陆离大师 把他们俩给我赶出去 快赶走 滚滚滚 啊 我 想你 我要死 不行 这么好的东西 我必须从他手里弄过来 天气这么凉 春这么少 你怎么生病呢 上车 上车 我可不是为了你啊 陆总真是此地乌银三百两 陆总 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完 你先走吧 我可不会等 陆总 陆总 走吗 总人 是 对了 今天嘲笑将离的 王家 李家 赵家 我要让他们十分钟之内破产 是 陆总 李莉 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了 你需要把玉佛给我吗 玉佛是我赠予祖父的寿命 李莉 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 是啊 李莉 你不仅瞒着我们身份 还当着江卓的面诵别的男人礼物 你有没有考虑过江卓的感受 瞒着 我分明与你讲了呀 没有啊 前些日子 你说要给我看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说是关乎于我三年前被绑架 我去你家之时 别跟你说了我就是陆离 怎么 你不记得了 我 李莉玉 什么真相 我 李莉玉 什么真相 我管你 李莉 这么重要的事情她没有告诉我 我替你好好说 你教训她 哎我没有 一旦起了那风 证据自然付出生命 没关系 你想干什么 张卓哥哥 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江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证据 江卓哥哥 你要相信我我真的什么都没说 算了 你给我保存保证 我 该死 江离那个双胞胎姐姐怎么能安微型摄像头 要是让江离知道我们有证据 就烦了 那不如我们直接销毁 我要留着证据 在江离最绝望的时候给她当头一击让她彻底绝望 这个我才觉得有意思 原来姐姐带了摄像头 我必须拿到证据 怎么没有声音了 我受了 我受到 我扫像头 江离 你在这干什么 手机掉了 来这干什么 自然是关心你啊 你没听到什么吧 什么 你们方子在说什么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江主 李沐雪 我定要你们跪在姐姐的墓前唱歌 陆立衡 你没走 送车 回家 你做什么 接安全带啊 哦 总理 开车 不言之你 不言之你做什么送他回家 啊 陆总还等吗 快说 傅远之你放开我 你 傅远之你 你就这么顾不及待吗 你说什么呢 原来他根本不记得三年前的事 在这等我 我去开车 那眼神怎么好似杀人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行的事 口眼外血 典型的探风症状 这姑娘年纪轻轻的会救人吗 姑娘你别看人家穿的好 想骗钱还是赶紧把人送到医院去吧 不懂针灸就毕竟 妈 教练 你干什么呢 妈 我救人啊 妈 你会针灸 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 快上车送我妈去医院 你 母亲 我 骗智 你妈的病不能再拖了 你必须亲自给她做手术 之前顾及她的身体 不敢动手术 现在不得不毒于妈了 如果能找到发针灸论人的福利 可以不用动手术 通过针灸 就能救原因 你可是现在人在哪里都找不到 银正 这谁干的 是我 银正能随便用吗 黄黄丫头乱施针 除了人被你担当得起吗 傅燕之 我可以施针救你母亲 让她不用冒手术的风险 就一个那黄丫头 不知道天高地厚 哪来挥哪去 就你 你也懂针灸 学院长 你约见了 颜知 我是担心文英啊 你妈的命 怎么能交给那个丫头骗子呢 江丽 你别骗我 你真的会针灸吗 我可以医好她 好 我信你 颜知你疯了吗 你真的让她救文英 她可是你妈 别让我不信 但她是江丽 衣服给我 有任何问题随时叫我 我就在门口 好 颜知 你只是在胡闹 江临还懂针灸 无自量力 也不怕惹老了 不颜知 要不是我来医院检查身体 你还看不出这么大一出好戏了 江丽 你让我在拍卖会上丢人现眼 我就让你被所有人唾弃 当年你姐姐害得不孕不育 这笔账 我要算在你头上 帮我办件事 事成之后 我给你一百万 我给你一百万 你也知道 你实在太超帅了 不好了 怎么了 不然他一直在吐血 我就知道这个黄毛丫头靠不住 我拿了颜知 就会征求 我把他赶出去 妈 妈 我不是你根本不配救人 颜知 我已救毒了 救不活你母亲 竟然还给下毒 不是我 下毒的另有情人 是你还有谁 你弄我不知道 要让人家来要挟 救你爷爷的公司 他又是借机下毒对不对 接着哪来 江里 这位警察 不是我 傅彦之 彦之 你不过还在和江里住在一块吧 嗯 僵尸集团 才危机你知道吗 江里他为人歹毒 为大目的不择手段 小心 他为了让你救僵尸 耍杂危险 这里 他也让我失望了 这里 他也让我失望了 我还不至于用这种手段 来惹你猜忌 还不让他教授解药 滚出去 江里 别要拿来 别让我说第二遍 傅彦之 如果是我下的毒 我便不会亲自救你妈 在你心里 我就是如此纯奔之人 这也要拿来 不是我 滚出去 妈 我当务之急 是立刻让人找到福利 我一定会没事的 把中的毒 我们只能一次 是我们用针灸 才能彻底解毒 不行 现在离开 等于坐舌是我下的 我必须要证明自己的亲白 我就是福利 那篇一针灸遗形论文 是我吧 我能救他 也能解 你说什么 你说你是福利 没错 现在当务之急 是救人 在找到真相 放弃 这手术室中 就这么寥寥起个人 真凶一定在其中 周医生 徐院长 我可以作证 是他下的毒 我亲眼所见 他在失真时 偷偷往银枕上涂了药 你下毒 还敢冒充狐狸 我赶紧是活你了 言之 你还等什么 赶快让他滚 报警 走 我 我就是福利 再到的时间 你真的救死他了 现在立刻跟我滚 完了 不言之 躺在这里的可是你妈 张力 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言之 你疯了 真的让这个毒妇 给你妈治病 徐院长 若是我们救国伯母 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的心吧 救命 这个冒充 无意的下毒子 还敢治病救人 若是我救命活他 我便把我的命配给他 走 十分钟 我只给你十分钟 足够 这手法 文所未闻 这所未见 还有八分钟 时间到了 妈 妈 坐好了 夫人的心脏停止了 妈 妈 文英 强力 你拿命来 三 二 一 妈 远之 许睿 妈 你没事就好 你们怎么在这儿 姑娘 是你救了我吧 我昏迷的时候 好想看到你了 伯母 你已经无碍了 休养几日便可 身上的毒已经解了 还有我们的中风之症 暂时压制住 你真是福利 货真价实 我这样的手法 还是世界第一人 徐院长应该没见过吧 对不起 之前错怪你了 哎 教练 教练 去吧 怪不得 言之去而复返 原来是为了见这姑娘 我妈交给你了 徐院长 我先走了 你在干什么 傅医生 我在整理 刚才 就是你无限 叫你的对吧 这件事情 跟你偷懒来信 徐院长 把她抓起来 我要亲自审问 傅医生 不是我 人家 感觉怎么了 你 江丽 既然是你先招惹我的 那就 别去找我别人 你只能是我一个人 江丽 他怎么了 他没事 傅言之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和你们无关 傅哥 我来照顾他 李李 我的李李怎么了 死 你们要干什么 你还要干吗 你小子还敢来 江丽姐姐现在也有我照着 你别想再靠近他 不想公司破产 就赶紧滚 我要先降临 耳朵不好使 那就割掉了 你们给我等着 你们在干什么了 江丽 你能不能别再让我担心了 我没事 伯母怎么样了 母亲没事 没事我送你回去吧 不行 我送 不用了 我亲自走 这个场景 好似在哪发生过 不是 富贵他什么意思 你觉得呢 兵之 你为什么不问我福利的事 你为什么不问我福利的事 只要你说 im to get 家里 别嫁给皇上 只要你说 我立刻带你走 我身为皇后 算没有与你私奔的道理 你走吧 看遍了回忆的海深深楼 如果上一次 我和他在一起 每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 喝点水吧 不应该 你今天不应该把我从医院抱走 这样会引起别人的污染 我都拿来 你今天已经把我搅拖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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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叫所有人知道 他就是个当副 姐姐喝这个 喝这个 对身体好 副哥 你别太过分了 哦 那个副总 你看 宋李 宋爷弟 我们开始拍摄吧 好 好 来预备 三二一 开始 让人靠近点 靠近点 再见再见 对对对 闻上去 好好好 承招摇 副总 你说 这距离 太近了吧 这 近吗 南米之外 距离太远 爱情 不好表达 啊 进 信了 来来来来 远点来 来那个 45250 成交掉一个 呃 女主再往左一点 男主不动 来 来再来一遍 喝点水吧 这水 有问题 去吧 他是你的 就在这边 丁小姐 你真的看到松立编剧和野男人私混吗 我都亲眼所见 还能骗你们不成 你一定是我的好闺蜜 做出这种出轨的事情实在是丢脸 我也是不想他再堕落下去 我听说 那人很有势力 我想他也应该是有苦衷的吧 姜黎 你死定了 明天你就是新闻头条 住手 宋颖帝 你这是干什么 难不成 你想帮您的真言丑事吗 看样子 松立和老男人睡的这件事是真的了 闭下你的臭嘴 胡说八道什么呢 姜黎不是那种 那既然如此 你把门打开 让我们看看 姜黎 你别让我说 看就看 但如果姜黎是清白的 我要你们所有人下跪认错 都成档妇了还在这狡辩呢 这会儿呢 一会儿都开门看看啊 你别让我说 你哪里有什么 我去看 你怎么看 我去看 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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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堂金牌编织松林 死生活竟然如此放荡 大新闻哪 滚 给我滚出去 宋斥 你让开 让他们跑 李蒂 这个男人是谁啊 让你这么急不可能 你们真想知道 都到这时候了 装什么 李蒂 你还要藏住这个男人吗 我怕你不厚 我这可是在帮你 你别被别的男人骗 毕竟 你可是有男朋友的 那你先吧 这 这 这 怎么是你 副副总 怎么 知道是我很失望 副总 你跟松离是什么关系 松离可是有男朋友的 您是小三吗 李蒂 你男朋友可是姜卓 你怎么能背叛他呢 谁说我的男朋友是姜卓 李蒂 你不喜欢我可以直说呀 怎么能出轨呢 李蒂 你看姜卓多伤心啊 你怎么能背叛他呢 我和姜卓 你不分手 现在 不言之才是我的男朋友 这谁 有问题 有问题 这里好像有名药啊 肯定是林木雪 不言之 我希望你帮我个忙 你想怎么做啊 将计就计 不可能 不可能 江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李蒂 你不能因为被捉奸 就谎称副总才是你男朋友 你就别再执迷不悟了 现在跟姜卓认错承认出轨 他还能原谅你 怎么样 现在能证明了吧 他们居然 敷衍至你 个奸诈狡猾的脚 我和李蒂早就在一起了 我们的事儿 就不了各位危险了 宋志 宋哥 你 还不管 要是被我发现 网上有任何关于江里的负面新闻 你们这些公司全部给我倒闭 二位 还不走啊 张卓 我们走 姐姐留下的证据 该拿回来 之后 就是收回我赋予江卓的遗情 人都走了还不送开 那个 江里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自己人 抱歉 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 要是当你男朋友应该我来演啊 我是专业的 怎么会是不演之 我明明安排了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给他 该死他 竟然哥给老子戴绿帽子 怎饶不了他 那我现在怎么办 三年了我都没碰过他一下 既然他不认 就别怪我不义 我现在就派人绑绑他 必须把他给绑 你竟然想睡他 难道你还不够三分 当然是你这扫 但是江离 必须好好教训他一次 下个月 就是姜老爷子的寿辰 到时候我们去找首富千金 只要攀附上他 对付江离不是轻轻松松吗 害怕那几个难 有点没关系 不厌吃怎么还没来呢 不厌吃怎么还没来呢 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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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领啊 宋志 你们俩给我听清楚了 江林现在被绑架了 我正在追 王匪具体有多少人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赶快过来 我给你们分位置 快点 我们马上到 你们谁啊 我们是谁 当然不能告诉你 大哥 这姑娘长得真俊啊 这是老板指定要的人 要等老板先动手 我们再动手 真嫩吧 别问我 这什么手 如此坚实 我今天争都不敢 别挣扎了 就凭你想挣开他 哈哈哈 本宫上一世 怎么也是萧与山战的将军 岂不会没有准备 啊 你是恶人 拿开你的脏手 我是能带你爽上天的男人 哈哈哈哈 你这副身体真让人欲罢不能呀 哈哈哈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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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久未动手 有些生疏 但是对付你 也是够了 愣着干什么 上啊 你这 你这 把人都给我交起来 别嚣张 我的人马上就到 就算你再能打 也打不过这么多人吧 你这 你这 相处 果然是你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也不藏着野人 将军 三年了我都没碰你一下 现在你宁爱和别的男人少 今天 非把你放下 等什么呢 上啊 别 你 雷燕 还没死 这么多 你要是点空 我叫你死不大 难道 这一世 魏阳落的和上一世一样的下场 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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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动他 你凭什么以为你们 打错我吗 我干的 他 住手 非得去 这事跟你没关系 你快走 我一定会带你出去的 最讨厌你们这种臭命鸳 呀 给我打 住手 住手 还有谁 还有我的 好啊 将军 你是不是跟他们三个都睡了 给我上啊 听风与空明月 泪浮若大江湖 铁满红蝶好酒快见 胆袖之风流还泪 成天 真好啊 又能和你们一起并肩作战 你一个弱女子 怎么跟人家拼命呢 我身上没什么伤 我送她回去吧 我跟人家拼命 没什么 我跟人家拼命 我跟人家拼命 就是 你一个人 我跟人家拼命 你把人家拼命 我一边 我先出去 怎么了 怎么了 不对 那个人怎么可能是敷衍症 没怎么 你的伤口怎么还没处理 没事 小胜 那怎么能行呢 我去找护士拿药 不用了 这里有 你奇怪 他给你一看 来 你也不要 看来 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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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疯了 你疯了 你疯了 你让我搬远你的男朋友 让我现在想转转 还没到时候呢 真是我嫌啊 不言之这个恶魔 连续七日不许我出门 终于出来了 一定要尽快拿到证据 奇怪了 从哪儿去了 对了 林木薛上学的时候 喜欢把东西藏床的柜 有了 就是这个 只要江卓开窗 就一定会发现我 教练 你下来 我接住你 没办法 只能跳下去 谁 没人 那我们继续 你怎么在这儿 当然是接我的小野猫回家了 你说谁是小野猫 走 送你的 这什么东西啊 礼物 你送我礼物干嘛 有些话 我怕我再不说 就没有机会了 那两匹狼虎是淡淡的 我得抓紧 江礼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说我喜欢你 不仅仅是因为你是松霖 更因为你是江礼 我们的电影 有一段戏份是在隔壁城市 我得出差几天 所以你不用着急回答我 宋志 我只是把你当弟弟 你喜欢的话 我可以天天叫你姐姐啊 我等你 你 不仅仅 别干什么 放开姐姐 放开姐姐 不要放这儿 不仅仅 你放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就松开 江卓哥哥 你都和江泥绝裂了 我们还怎么老到他的房子啊 那可是价值一个亿的别墅 既然他都已经知道了 那咱们就明知乔 当年他姐姐怎么死的 咱们就怎么弄死他 那都听江卓子做的 是 是 是 对 是 冲 website 你 证实 嚇到你了 無妨 還真是和上一世一模一樣 無論是宋池 還是陸立浩 你都不准靠近他們 我還沒答應你呢 你只能剩我一個人的 現在證據已經到手了 接下來就是對付你們了 江總 我能給你的東西 亦能親客接受 不讓開門啊 江總啊 江大小姐說是已經到樓下了 什麼 江大小姐 首不千斤 快你讓所有人到公司樓下集合 我要給江大小姐留一個好印象 是啊 江卓哥哥 你不會有了江大小姐 就不要了 怎麼可能 我只是利用她的身份 還是我的真愛 等我攀上了首富千斤 我們兩個後半輩子就衣食無憂了 就憑我的責責 就憑我的責責 拿下江大小姐不是問題 到時候 再揣了一幕去 我告訴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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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都給我好表現 打起心承來 如果誰出了問題 我就把誰開了 大小姐好 大小姐好 江禮 怎麼是你 你該不會是後悔了 想回來找江卓哥哥 怎麼 那三個人拋棄你了 渣男配建議 你們果然是天造地設的一頓 江禮 我知道 你現在嫉妒我 因為 江卓哥哥是我的了 他不僅有這麼大的公司 還和首富千斤 關係非遣 我嫉妒你 江禮 你就別裝 你來這不就是找我來的嗎 你要是跪下來給我舔鞋 我就考慮跟你附和 我今天來是有正事 沒空跟你們做這些無謂的爭執 你能有什麼正事 我告訴你 這不是你該來的地方 待會首富千斤江大小姐就要來 別到黨路趕緊滾 還弄著幹什麼 還不把他趕出去 別污染我們江大小姐的眼睛 跟他們圍武 你們確定嗎 打我 攻 江禮 江禮 等江大小姐來了 你就要到大美 我就是你們口中的江大小姐 我倒要看 我會如何到 江禮 你別以為你跟江大小姐同一姓氏 你就可以冒充她 我知道你放不下我 但也沒必要用這種方式靠近我吧 還真是醜人獨作 你說誰醜 我今天來是娶回公司的 幾年前 為了報答你的救命之恩 我把這家分公司交給你管理 可現在 公司一直在走下坡路 證明你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江禮 你別說大話了 我既然敢來就不怕被拆穿 現在 我宣布 謝許江卓總裁一職 江禮你敢 你無權做這種事 你們還愣著幹什麼 把他趕出去 瞞口謊話 沒什麼 大小姐 這就是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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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樣做 會後悔的 江禮 你要是現在肯服個軟 好好服侍我一次 我倒也願意把你留下來 給你的小職位做錯 你們不 就別怪我 吉特柱 謝許江卓總裁一職 就現在 你裝的還挺像呀 你要是江大小姐 我就是江家太子儀 喂 什麼 什麼 江卓總裁 什麼 江卓總裁 你徹職了 什麼 現在先來 江禮 到底耍了什麼手段 江禮 你不會是和江氏集團特助睡了 不然他怎麼會幫你 你滿個無言婚語 我接著你給你洗洗嘴 走 我放開 江禮 我弄死你 我來 吉爾 給打我 今天就要去 散敗命令 你敢動腹一下 你試試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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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这种事情 怎么轮不到你亲自动手 你怎么来了 我本来想让这家公司倒闭的 但 这是你的公司 不怕了 江卓 你是动机滚 还是我找人动手 陆丽浩 你不会真以为她是江大小姐吧 她就是个烂货 迟早给她骗人钱 还不宽滚 江丽 你给我等着 来日光潮 你们呢 你 你真的是大小姐 完了完了 我们惹怒了大小姐 放心吧 我不会让你吃鱼的 你们也是被江总所蒙蔽 以后我就是公司新任总裁 你们好好做 我不会亏待你了 谢谢大小姐 谢谢大小姐 大小姐人美心善 爱了爱了 送你回这 不必了 若是被夫人制止的 还不知道她会做出什么来 还是保持距离 我自己回去就可以 呦 陆总 您大老远专门来给江小姐捧场子 居然连送的机会都没有 这也 你今天年终将取消 什么 陆总 对不起 我说错话了 江礼 我会证明 我比傅言之更适合 齐得住 给江卓发一番邀请函 我要在祖父的寿宴上 揭穿他们的真面目 给姐姐讨回公道 也让祖父彻底安心 我江礼 再也不会忍气吞声 这部戏就要杀青了 我必须趁现在给自己找他后 江礼这个贱 现在有那三个人撑腰 将来肯定会封杀 上次没能让他身败淋漠 这次 我得换个朋友 我得换个朋友 只要你喝下去 就会有反应 还好吃吗 没事 您慢慢吃 怎么了副总 不舒服吗 要不我先送你回房间休息 走吧 哎呀卡好不美啊 哎呀我们的电影差轻了 早也辛苦了 大家辛苦了 姐姐 你又回来了 姐姐 抱一下都不行吗 不行 毕竟某人那么爱吃菜 所以说你和谁在一起了 什么和谁在一起 没在一起 还有机会 小月我今天高兴 今天我请客 在这个圈子里 我不允许任何人动摇我的地位 傅言之 今天过后 你必须捧我 虽说宋赤是影帝 陆立恒是陆氏总裁 可他们都远远不及措措 可他们都远远不及措措 也知 无论是能力还是家事 你才是佼佼者 陆立恒是陆氏总裁 你真的以为你连带小记忆 对我有用吗 陆总裁 你 你先放手 你买套护士 给我妈小徒这件事情我没找你算账了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扫着我里 看你小时候学死吧 陆总 我错了 你先放手 陆总 你是怎么发现的 我没必要和你解释 要不是你理由打算 我们更加死 站住 陆总 你还有什么分数 去那儿蹲着 李列 只要你来 就说明你心里有我 只剩这里没找吗 这个傅雁智 青天白日的 竟然和林沐雪死换 负远之这下被我抓到老板 你居然在这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明慕雪 想让我和他在一起 那你答应了吗 你想让我答应吗 你们两个说句 负远之 你别想再欺负他 你先出去吧 宋迟 教理 你想让我和别人在一起吗 无论是负远之还是陆立恒 宋迟 他们算是为了我付出很多 这一次 我不想做他们的绊脚事 负远之 我希望你遇到一个真正自己喜欢的人 你怎么了 你装的 我绶rió 起 me 我õ 我爱 committing 您要是身体不舒服的话 有早点休息吧 那 and I miss you miss you 傅彦珊 您知道他做了什么 他怎么一回来就闭门不出 不言之 有些是个强求不得 强求来的也未必有好结果 无论好坏 都是结果 后天 就是江爷爷的寿宴了 你们不叫多疯吧 小爷我不会输 我一定会让姐姐喜欢上网 好啊 那就拭目以待 大小弟好 江林 你怎么会在这 江里 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 你是不是怕我跟首付千金关系太密切 首付千金可看不上你这种朝三暮四的吗 江里 你就是嫉妒 我不妨告诉你 我们可是向首付千金邀请你 这个韩清亮你懂吗 实际上的自己赶紧滚别在这哎呀 你听不懂人话 我让你滚 你们俩的愣着干什么 还不把这奸人赶出去 江里你看到没 连宝安都瞧不上你 笑话你犯贱了 显蓝爷会听找机会啊 别做梦了 趁现在 赶紧滚 要不然 我让大小姐亲自赶你走 你们当真要赶我走 这地方不是这种低贱的人能来的 别以为自己有一栋别墅就是有钱人了 不好意思 我不只有一栋 整个别墅区都是我的 江里 你连宴会的邀请函都没有 是怎么敢做这种梦吧 像个臭宠一样浑身都是穷酸气 赶紧滚 你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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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需要 请函 你们懒了 看来 你跟他们三个都睡了呀 还把他们三个服饰的挺好啊 都绑着 但是没用 等我得到大小姐 大小姐的青睐 你们都得滚蛋 说什么大话呢 你也配 别喝蠢喝废话 我们进去 江泽哥哥 这可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没事 我有信心拿下大小姐 江里 我等着你 跪下来求我 205现場 把她 leuk 拿下来 她跪下 我 你 魑 趕 Line 快看 这颜 ana 国际明役啊 硕士集团 坦烈无数 哪个女人要是in 要是能嫁给她 那他妈就一步登天了 还有陆师集团的陆总 她送给他们面 这下三振男生聚齐啦 哎 旁邊的女兒是誰 怎麼也配站在他們三個人身邊 我先換新衣服了 女子誰想走 還走 哎呀路總 路總也 像你 這種場合你也敢亂 像你這種貨色都能來 我為什麼你比這個賤人 你憑什麼覺得你打得到我 這個人冒充首付千金 大家快來看 什麼進貨也敢冒充首付千金 一身地攤貨也好意思出門 把他趕走 很好 你們幾個 記者 江妮你還真會裝模作樣 大家快一起上把他趕出去 你居然還敢躲 大家快一起上把他趕出去 江琳你瘋了 林木雪 你不會真的以為自己能飛上枝頭 變鳳凰 怎麼了 你怕我和首付千金關係好 便你不利是吧 真是自作點心 你 我直接撕了你嘴 再敢惹我 我就把你們都趕出宴會 林木雪 有些事情 別高興的太早 小心摔子 你 江妮 這一次 我一定讓你成為像的 你怎麼來了 你怎麼來了 擔心你啊 怎麼了 有件事 想問問你 你說 你還記得三年前 被綁架的事嗎 你還記得三年前 被綁架的事嗎 不記得嗎 算了 走吧 江爺也快到了 老爺子 剛剛燕火廳的寶王打電話說 說小姐被兩個不知天高地候的人看不起 不著急 慢點兒開 讓小黎 自己去應對 我要看看 這些日子 她有什麼長期 您不當心小姐被人欺負 那三個人在 誰敢懂她 老爺子 我讓人跟您看視頻 您這樣可以看到現場的情況 快看是大小姐 大小姐真是貌若天仙 今天一定要讓她看到我 我讓她看到 江爺 你敢冒充大小姐還敢站著呢 那是你站的地方嗎 醜小鴨也想變厚 趕緊下 別在那兒丟人信 原來是個冒牌貨啊 江爺 你再不下來 待會兒惹毛的大小姐 可沒人救你 你下來 你快下來 你下來 我看誰敢 我看誰敢 她就是富家千軍 沒錯 誰敢質疑就是跟我作對 原來如此 你們三個是想幫著江爺 你偷梁換柱是吧 說 真正的大小姐 被你們藏哪兒了 肯定就是這樣 我和江爺認識這麼多次 她什麼身份我最清楚 沐雪是全內衣線的情 她的話 自然是真的 居然有人敢冒充大小姐 你是活膩了吧 江爺 你再執迷不誤 我現在就報警 等警察來了 我看你怎麼狡辯 報警 好啊 林沐雪 感謝你幫我報警 不然怎麼讓你和江爺去做大了 我要報警 這裡有人詐騙 你們趕緊過來 江爺 等警察到了 你就完蛋了 林沐雪 你身為圈內的一線女明星 背地裡可幹了不少見不得人的勾當 在胡說八道什麼 這就是你這些年偷稅漏稅的證據 我沒有 你冤枉我 一線女明星竟然偷稅漏稅十個億 你教教我吧 真厲害 你們給我閉嘴 這都是假的 不是我 林小姐 林小姐 你為什麼要偷稅漏稅 你還要偷稅 別哭了 還沒結束呢 林沐雪 你個冒牌貨 你趕緊把視頻給我光啊 真是一線女性啊 自己笑玩的真他媽開呀 你瞧她人家你看看 好戏才剛剛開始 江儀 這次你死定了 編劇大賽上你敢搶我風頭還拿第一 知不知道這是我的機會 我都廢話那麼多干嘛 家禽把他給放了呀 你過來 你別過來 別過來 哎呀 江儀 當我搶的東西就是一個下場 就會死 這個黑子 你都不想傷害他們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不對 他不是江麟 那是姜瑩 那我一直叫小頭 杀人了杀人犯杀人犯了你哥 怎么回事 我不是让你把视频藏好的 怎么留到脚里手里了 我也不知道 当年 你们虐待我姐姐 今天天 我让你们全都还回来 看到了吗 你们口中的一线女明星就是个杀人犯 而且不止如此 她还买通医院护士 给傅彦珍的母亲下毒 帮我办件事 事成之后 我给你一百万 没有 你胡说 你都不许派 不许派 将军 你为了毁了我们 用这些合成的士兵诬陷我们 你别忘了 当年 是我们救了你 你被绑架差点没命 我们跟绑匪殊死搏斗 这个是为了救你留下的 你说是你们救了我 将军 要是你现在回头 我们 可以既往不救 当年我的姐姐被你们击辱致死 死不瞑目 还有脸书是这种无耻之业 这事情过了这么久 这个视频早就被你修改过了 是真的 是真的 视频是真的 大新闻哪 不对 我还有机会 只要大小姐看上我 我还有机会 林沐雪 这一切都是林沐雪的主意 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一时兴起 将军 说到底 你就没有错吧 要不就你抢了林沐雪的风头 你姐姐也不会死呀 我的小李长大了 走 去过孙日春妖 欺负她的人 我江宗如 一个也不会放我 那杀人说的这么肆意轻松 你们两个 不配为人 打得好 这种人就不配活着 江里 你个忘恩负义的将 等到大小姐过来 跪下来给我舔鞋 别做梦了 你等我 只会是警察 江大小姐欣赏我 你一定会帮我 你就等着被报复 没错 江里 你不过是个普通的下斗 你凭什么跟江大小姐比 待会儿 江大小姐就要来 我可以替你们美颜几句 只要 把这个冒牌货给我赶出去 既然是江大小姐的人 我们就有必要维护啊 是不是 对 他这个视频肯定是假的 假的 假的 你们可想清楚 先留下 人滚出去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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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动他 你们三个护着他也没用 你们三个 连江下的一根毛都比不上 石像年 赶紧滚出去 谁敢 让我的孙女儿走啊 江老爷子来了 这下江里的死定江爷爷 就是他 就是他 冒出你的孙女还想毁了您的寿宴 你可不能放过他呀 没错江爷爷 这个女人心思百毒 他就不该出现在宴会上 祝父 臭丫头 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见过 有了男人 是不是把爷爷忘了 江爷爷 真的是 江您是首付千金 你们两个 害死了爷爷 现在又想对晓琳下手 见一副一副 嗯 就该坐牢 那 那 我的公司 没错 你的公司 是我让人给你 江主 从前我听信了你和林木雪的鬼话 从今天开始 就是你们得到报应的时候 李练 你还是爱我的对不对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好不好 我以后肯定对你好 你也配 警察来了 江卓 林木雪 你们两个的后半辈子 就在牢里好好忏悔 刚刚修辱过孙女 以后 修祥 跟我江姐合作 各位请吧 还有你们三个 赶紧走 江大小姐 我们想采访您几个问题 江老爷子 请再给我点时间吧 给什么时间 现在是四人宴会时间 赶紧走 祖父 这个是我给您准备的寿礼 可还喜欢 喜欢 喜欢 还是喜欢 江爷爷 这些是我们为你准备的一点礼物 一点心意 看你们关系这么好 就放心了 爷爷 江家 是不是 放心 那是爷爷骗你呢 江姐 怎么会有事 当年的小子 都长大了 多谢江爷爷的度您提点 我敬你一杯 如果没有您 我陆立行也不会建立陆氏集团 谢谢您 爷爷 还有我 如果没有江爷爷 我也成为不了引弟 我敬您 看到你们功成营救 犀利高兴了 丽丽也很优秀 既是松礼 也是陆礼 更是福礼 松礼 陆礼福礼 都是我们的信师和姐姐的字 算是给你们一个惊喜吧 小绿啊 他们三个你选谁啊 我 我 我就如此 你们 还不愧去追 江丽 他怎么追过来 姐姐 我喜欢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心里想的是 我喜欢的是 凤翅 不过只是把你当弟弟 抱歉 所以 你喜欢陆立行 还是敷衍之 没关系 不论你和谁在一起 我都会祝福你 但如果谁要是欺负你 你告诉我 我帮你教训他 那 我们之后还会是朋友吗 当然 那就好 江爷爷还在等你呢 你不觉得这里很美吗 这 说是 江丽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江丽 江丽你醒醒江丽 江丽 你是谁 你放心 他们不会准来了 有我在 江丽 我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 我护你一辈子 是你 当年是你救了我 你终于想起来了 你没事 我去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